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在新一計畫區百貨酒店林立 有發達的金融商業跟企業總部 是台北市最具指標的商圈 這些條件現在在新莊復都心幾乎是完美交放 有商場有企業進駐還有整齊的接獲 還有國家電影文化中心增加人文氣息 也讓新莊復都心跟新一計畫區 由北台灣雙薪之城 俯瞰新莊復都心 辦公大樓越來越多 以CBD商業中心立足北台灣 近年財商回流 廠辦需求急劇增加 吸引不少企業設置基地 政府也積極協調 那工業區立體化的政策 其實就是透過我們的融機獎勵 然後來帶動活化既有工業區發展 那其實招商一條網 就是透過專人專案的投資 這樣的一個協助服務 來加速我們企業的投資商一排出 其中在新莊揭闊 看得到的包括鴻繪廣場 鴻繪i-cower 還有凱月佳宣酒店 都是企業快速落地的成功案例 未來呢它會有一定的面積來去做金融與創新育成中心 當中裡面很重要的是金融與數位科技的這個產業發展定位 那來去做推動 新莊復讀新呢有中央合署辦公大樓 所以是新北的政經核心 那也包括了這邊有產業聚集 所以呢很多人就會認為 它頗有機會複製信義計劃區的經驗 從房價變化來看 信義計劃區第一個十年三價約67萬 2014年漲到95萬 今年已開發95%單價255萬 在新莊復都心十年前每瓶50萬 今年開發60%單價80萬 再過十年開發狀況是不是也能跟上信義計劃區 因為當商辦崛起住宅稀缺性倍增 新莊復都心呢 商業用地跟公園綠地各佔了40% 那換句話說呢 它的住宅用地就有20%左右 這比信義計劃區的住宅區佔14%還要高 所以它整體的開發條件頗類似 信義計劃區開發已達飽和 完工55棟有3600多家企業 就業人口5萬 副都心還有28萬坪可以再開發30棟 1400多家企業正在進駐 已經帶來1.7萬就業人口還能再增加 其實從新莊最具代表的百貨 就可以看出政府和企業 共同努力發展的榮幸 大型商場紅會廣場 2020年開幕的時候就引進了310家品牌 那近年呢周邊更是有許多產業進駐 像是佳能 在發揮上面是還滿知道怎麼樣對自己好一點 所以我們的客單其實是不低的 相對於市中心的人一點都不遜色 執行董事柯素瑩也有信心 曾公開喊新莊副都心5到10年內就能成為台灣的會比獸 這個地區不一樣 它原本的人口就有150萬 然後再增加這些政府有計畫的引進這些新的企業進來 能讓千家企業都選這兒便利交通少不了 機場捷運直達台北車站又可通往桃園機場 因為是國門第一站產業定位當然也是國家級 圍繞新莊副都心的園區包括新北產業園區 新北科技園區還有知識產業園區 這般重視高科技研發的城市發展 被內科 南港生技園區 還有南軟包圍的信義計畫區已經有成功經驗 產業園區的薪資條件好而且穩定 所以強化了購物能力 再來也包括園區周邊公共建設會比較多 所以增添了區域的建設願景 為區域的房市注入成長的動能 新莊近5年無論是商用不動產 還是土地交易規模高達千億 成為新北市之首 在永續發展ESG趨勢下 中港大牌綠化後兼具自然環境 也成為新型商辦勝利的考量 未來西北轉運站完工 不只完善交通 還能引入商旅 晾飯店 午餐廳 城市機能再提升 新莊副都心 月升北台灣之星 ��星 超市民 自然市場 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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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長